今天是2023年的8月4号 下午的5点18分 机器人分检 在开始工作 这是我们LAG格式的 双机式 带料库 自动放下料 机器人分检的 这么一个 激光的切割单元 扎取 机器人扎取弓箭 按照这个 要求 马座规则进行马座 进行马座 这是马座弓箭 这个是托盘 当然这里可以按照这个品种的不同 可以放很多托盘 这个最大的好处就是不需要人 这样的一套单元 是不需要人操作的 不需要人来工作的 可以持续二十十小时工作 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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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控制系统 我们可以看到控制系统跟机器人是同步的 我们讲这个是数字软身的概念 可以看到码舵的规则 码舵方法方案套料都是一体化的 你可以看到机器人的轨迹 码舵机器人轨迹都是自动生成的 整个的这个套料 自动切割 套料全部 不用未连接 所以分解用机器人分解是不需要 不需要有微微连接的 打取弓箭 机器人可以根据不同的弓箭 切割下来的这个这个弓箭在工作上的位置 自动识别 来选择哪一个锡盘 真空锡盘来抓取弓箭 我们下来的这个弓箭 我们下来的这个弓箭 马上要结束这个工作了 分件的工作 机器人的分件工作 现在还有最后一块 好,装取 这一张套料 即将结束 这是一个订单式生产 计量化套料 持续24小时加工 从料库订料 一直到上料下料 机器人分件 整个全程的机器人的 生产线的自动化 好,机器人归位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废料 将由这个插尺的这一部分 三轴机器人 来完成 有很多的,我们有很多的这个客户对我提出的问题是 不留位连接 怎么能够让这个激光机可以胜利的缺车 不撞这个激光头 这是一个大学文 最终收集 完成 处理费量 在过程 即将结束 工作结束